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 您的这个酱料多于少了 酱锅了 炒出去 沾沾连着糊糊的 不好看 酱少了 火不上去 第三是火候 第四是油与肉的比较 油多了 烫不上去 油少了 干的 三毛套是纯粹的 第一不好 这就是说讲的了 刀工的考验了 卡片 大刀片 大刀片 这个片有技巧 第一的是手掌按着这个肉 轻轻的按着它 右手的力呢 均匀的往前推拉的走 这是最关键 平准 对吧 还有一个中间点呢 就是我们又是片的时候 后划不匀 那就是你的这个平衡度 最关键 是吧 拿着平衡 要平衡它 站稳 慢慢来 这刀还得快 刀得快 这手一掐 一抖 过来啊 这时候 顶刀切 顶刀切 这切很关键 你这手啊 往后退的时候 要匀 好 解决完了 处理完了 这时候我们开始上将 上将 这个 上将讲究了 是吧 上将讲究了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 在家里啊 老给你吃分 发财 不论 对 所以今天呢 我就让你给大家剪这个蜜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在腌的时候呢 所以呢 我们要加盐 加少许味精 不多 要酒 我们抓匀它 讲的是点挂手 挂手 到什么时候呢 手感发连 这个是说明这些姜的肉 已经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 要加水 有时候我们在家庭做饭了 还有一个 肉发财 它就没有加水太少 吃到干 对吧 这时候我们让这个水充分地吸进去 对关键 好 这个时候可以了 好 我们的味道就更好的 比如说在家里做饭嘛 对 我们说这个腌 掌握不好这个技巧 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什么 嫩肉粉的地方 用嫩肉粉来腌制它 味道就非常好 对 那我们可以先稍稍少加一点 让它更加滑的 对 好 这嫩肉粉就不要多加 加多之后呢 肉呢 一早把这比例一顺 好 下一环节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加淀粉 加湿淀粉 这家室里面有讲究 加多了也不行 加多了就粘固了 加少了呢 它喜欢保护作用 因为家在店里有一个保护 保护膜的意思 好多人穿一层外衣 让这个肉里面的水分呢 不充沛地往外流行 可以了 要抓匀 抓匀它 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呢 要蜂油 这蜂油的作用呢也是一个 为了说你长时间不做 对吧 可能会干 好 我们敷完之后呢 它有样式简的 很好看 有呼呼的 对 好 放在这地方 好 下一波 我们开始什么呀 切这个葱 好 顶刀切 我们先放一边 好 下一波 我介绍这个粒子的调制方法 好 好 这里呢 是50克这个咸酱 我们加入5克的海鲜酱 再加入3克的蚝油 好 对 这时候我们加入10克白糖 10克的白糖 就是它是甜咸口 对 觉得反刺 对 好了 这时候加2克味精 提提鲜 提提鲜 一定是少一起加盐 因为这个黄酱 它有 不知道这个 前面有咸味的 我们一定要扫盐 好 调匀它 三合酱 最好 好 这是我们的酱 已经调匀了 这是我们要锅上火 上火 还是滑油 锅一定要热 对 因为我们添了炒肉丝 锅一定要熟 要不然会八锅的 好 这用手感去感觉 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了 好 我们倒油 倒油 先润滑一下锅 我们要先滑 谢谢 谢谢 我们把锅滑一下 目的是什么呢 让它不沾锅的目的是 好样的 我们在家里可以这么做 加入滑好的肉丝 不 加好的肉丝 轻轻地滑 我们用筷子 这时候如果火温高 我们这时候把它稍稍地拿起来一下 好 油已经慢慢地变燃熟了 可以熟了 好 这时候可以了 燃熟完全成熟了 然后我们关火出锅 好 这时候我们再加少许的油 开始炒酱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火非常关键 刚才讲的火一定要开小火 小火 小火 小火之后我们下入我们刚才栗子的酱 好 好 这是我们下入肉丝 慢慢地炒匀它 炒匀它 充分地包裹在肉丝上 好 这个时候我们机会出锅 好 这一道餐就要大功告成了 嘿嘿嘿 大家给我看看 这没有油 您从头再给我们盘面一下 好 第一步 第一步 这个炒金箱肉丝 第一个关键是刀工 手掌按着这个肉 轻轻地按着它 右手的力量均匀地往前推拉地走 第二点是火工 我们是炒酱的火工 要先把这酱用少量的油为炒香 第三是油和酱的比例 油和酱的比例 因为油多的话我们的酱 刮盘去 这个炒菜全脱货了 而且这个炒这肉丝的时候一定要热锅量 凉油 免得滑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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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老师这个金箱肉丝 今天这个邻居离得和大师接触 我也会做这道菜了 您肯定做得比我们还好 有什么体会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明天早上 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 天天饮食老地方老回的老时间 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 每周五的天天饮食将推出一个新版块 实话实说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为您介绍恐腐菜 它都有哪些特色呢 还将告诉您如何使用小小的豆亭 再加轻松烹制出美味的恐腐菜 进行收看明天的天天饮食 游泼豆亭 我们下午十多年 先喝一口 地炎 市场